我問孟先生,其實當你要承諾讓這班人去法國簽證, 你是將你的事業前途,在外交的事業前途都押上去, 你的名字簽下證件當中,你差不多要面對一個問題, 我說你有沒有獲得你的上司的許可呢? 你想問你的上司嗎?他用一個譬語,當時我們大家都笑起來 他說卓曉明,一人尿急,你問誰? 那時候是救人,救人你問誰? 你救了一個就一個,你問誰? 在那個時間裡,應該做的事就是做了他 他根本能的反應 當然他內心裡面,人權的人的尊嚴的重視 這種背後的信念,應該會促使他這樣做 所以我真的很想再見他,這個人是我自己很大的心願 我又去到彥保羅先生,他在兩年前過世了,我們去到他的墳墓裡面獻花,當時都很感動 我們覺得整個在三十年來,這些民運人士能夠可以安全的,能夠三十年在當地能夠建立的生活 這兩個人其實公不可沒 這兩個人是我心裡很敬佩 我去完之後,我心裡說,我無論去到哪裏 這兩個人的名字,我覺得應該要看了,三十年 但是三十年過後,我們在說六四三十週年 好像我們的談論的主題就變成逃犯修訂條例 這份其實反而跟六四不是很遙遠的,其實是很緊構的 如果我們要說逃犯,其實當年的民運人士,他們現在流亡的 可能在中央的眼中,他們都是逃犯之一 當現在我們說回,當年協助他們 可能全部都是一個中堅分子 可能協助他們的,都是跟逃犯相關的人士 去到現在說修訂條例的時候,當局跟你們說大家安心 其實不是要祝大家,大家擔心的人士 但是你們在之中,是不是真的會很擔心呢 好,這個問題不是今年的了 這個問題其實是1996年 當時中英聯絡小組,其實談了一個問題 就使得民運人士很害怕 究竟是中國逃出來的民運人士本身 能不能夠獲得永久居留權 當時他們是討論的 所以引起當時大概有幾十個 接近五九八個 仍然是滯留在香港的民運人士 就很驚慌的 到96年底 這個問題又是現在最講話的 那位姓劉的什麼教授 又是 張晉升又說 幫助他那些人 他們說他們好自為之 最好離開 所以在那個時間已經討論了兩種人的新聞 逃離香港的民運人士 是否能夠獲得居留權 第二就是這些協助的人 究竟他應該怎麼處理 所以在這些問題一出來的時候 當時我跟香港政治部顧問白空室 談這些問題 他們跟我談這些問題 所以當時我們都很緊張 九七回歸之後 這幫人怎樣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他們的官員告訴我 是中方很有興趣知道 為什麼他們防守這麼嚴密 能夠可以有人走出去 可怨可點 很有興趣才知道 所以他們都很關注這件事 那麼 在當時我們都職了一個安全網 所以職位安全網 意思就是說 我就問了 曾經幫助過這些行動的人 他們需要不需要離開呢 我都會問這個問題 有些他們不怕 就不需要任何的保護 有些他們想離開的 所以美國 有些人去了美國 有些人去了加拿大 然後有些拿了居英權 所以整個黃雀行動 四百多人營救了 其實當中第一部分 就是協助的人士 是的 但是如果逃犯修訂條例過了 現在還在香港 也是當年曾經協助的 有沒有人要離開呢 所以除非被提名 他們有名單 其實實際來說 我很相信 因為他們當時答應 所有這些檔案 其實是宣布搬回英國 香港基本上 沒有資料 是沒有這些資料的 不過現在說一下 這個又說Tiger 這個又說誰 大家都猜猜猜猜猜了幾個人出來 猜猜了幾個人出來 我不知道 中國政府會不會 好像他們說 30年了 我們不應該記這件事 是不是這樣 現在30年了 我估計他們不會忘記這件事 這些人有沒有影響呢 我們真的不知道 不過就是因為這個逃犯條例 就影響到我們這本歷史的書 出不了 地下通道 現在我們說 整個地下通道的歷史的紀錄本身 這本書就是因為這個逃犯條例的緣故 所以沒有辦法出 使得香港市民 是沒有辦法了解整個真相 現在呢 在坊間流傳的 都不是事實的全部 是沒有辦法 譬如人數 需要多少錢 怎樣行法 這些東西都需要 有些文件 現時的文件 能夠支持這種說法 大家知道 有些文件 就簽了就走了 但是 有沒有人見過 這些文件是沒有的 其實 雖然 但是這些文件一出來 都可能會影響 也都影響一般 有部份的律師都會影響 因為呢 有些叫律師樓簽那個DI 簽證才去簽證 所以呢 這些事情都不 牽連甚廣 牽連甚廣 但是這樣啊 會不會呢 李家超、鄭若驊特首那些說 你不要誤導了 你都不了解條例 政治犯不宜交嘛 政治犯不宜交 我們法庭八關 又有追溯力 那麼多年前怎麼追呢 會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會不會太過濾呢 你們 其實呢 你相信中國 可以用這些罪名去抓嗎 他多少罪名都可以抓 是不是 就是 這個 你貴海文 貴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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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前 撞死了一個人 他也是抓 他不是因為出版 不是因為出書 而是十多年前 撞死了一個人去抓 但是我相信有很多藉口 我覺得你對 問題就是 你對中國的法治本身 有沒有信心啊 他是不是一個法治的國家 李家超怎麼說到 都說不出 甚至現在有人說陽光法治 你看看 我經常都說 劉曉波羅諾貝爾和平獎會 禁拜十年的 坐牢 她是太太被軟禁的 這些陽光法治嗎 你現在看到很多人 其實就算是香港的商人 都要給九千萬去熟身 那你說有什麼不可以按一個罪名去抓你呢 就算現在在國內的基督教的教會 本身的牧師 他不是因為你傳播宗教 是經濟犯 他用稅務去抓你的 他是用你那個帳目不清楚去抓你的 所以我覺得 他的困難的地方就是 打正其號就無所謂 他是用亂案罪名去抓你 這個是香港人害怕的 當這個三十週年 我們又問一下 因為我們經常說 六四是需要傳承的 近來一些 相對 年輕人 他們都帶出一個訊息 就是說 六四其實他們都會悼念 不過他們的本位是怎樣 是否應該站在香港的本位 甚至乎 我們說六四的時候 是否一定要從一個外國的角度出發呢 他們仍然在問這個問題 中國會怎樣回答呢 其實呢 議產運動之後 這幾年 似乎大家都慢慢反省到 其實大家的目標都是一致的 天文會成立的時候 其實很清楚就是 每個組織本身 他可以做自己的工作 你是做基層 做其他工作 你自己可以做回自己的工作 但是我們只有一一個就是 六四 一個很簡單的議題 這個六四很多人就說 你已經悼念 唱一下歌 其實六四這件事 其實六四這個燭光 本身我一直都覺得 現在對一個專權的政府 殘暴的政府 其實是一種的反抗 我也是在對抗他 五樣 他遺忘這件事 我們將這件事不斷說的時候 這是民主的火把 不斷說出來的 其實 現在你會說 很多人都叫我們 你看看你三十年的經濟發展 就是這三十年 你屠殺了人民 所以你的貪污 腐敗更嚴重 你現在 是被外國人的歧視 就更加嚴重 貪污嚴重 然後你看看 我從來沒見過 一個國家能夠製造毒奶粉 去毒死下一代 這個國家根本就沒有下一代 若果你當時是聽說 糾正那個貪腐敗 反貪污 民主的政制的話 今天就不用面對到 小孩子要喝毒奶粉 聖人要打假藥 這些情況 能夠當時會重視人民的訴求 今天的政府本身 就不是這樣 所以你經常都會講 經濟的發達 經濟發達是因為 你死很多人 這種情況之下 你說我們的政國強大 怎樣強大 你根本就沒有下一代 所以年青一代和支聯會 其實沒有一個很大的差別 所以慢慢走完的時候 發現覺得 大家都在本位 本土 我們為香港爭取民主 都是本土 三十年來都是本土 你對香港的關注 從來都是為香港為本位 慢慢慢慢大家知道 其實六四一個很重要的 還有我們不會忘記 這個民主的火種被激發起來 大家都有一條心去做 現在 你是被不可以中國的魔手 其實 你說不關你的事都好 但是他會來找你 他會來找你 現在就直接找到上門 你什麼時候會想到有個 投犯條例 是這樣出發的 毀了你整個立法會的制度 那個法案委會 沒有用的 直接上大會 然後你又解說不清楚的 甚至一個警方出現的保安局長 是說可以批評人家 法律界都不明白法律的 你就可以知道 這個政府本身 已經擊破了我們立法會的制度 今早多謝轉目 本來明天你拍一條片 不過不用了 因為你自己親身可以去到 明天晚上在委員會見你